昨天晚上睡觉前洗的头 现在到处飞 我都不愿意吹了 这个洗发棒真的洗的头发很蓬松 今天我们去Costco 好久没去Costco买东西了 去Costco 现在出发去Costco 上面说很久没去了 家里边 他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他说要去添一些货了 洗手间的纸都没有了 好吧我们出发 哇 看 天是蓝的 但是海下面有好多雾 看看我的玉米 我天哪 这几天疯涨 你看看什么我做在那里 我放这东西 我放这东西 我没有必须改变 如果你想把它放在那里 我明天没有垃圾 我们家之前买的在Home Depot 买的这些能伸缩的水管 反正大半年就得去换一根 它是可以退可以换的 最后我决定全部退了 什么问题呢 哎呦我的天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它那个水管那个头 就是拧在那个出水管的这个地方 是橡胶做的 很容易太阳晒了以后化掉 像这种整个都是铜的就没有问题 太阳晒了也不会融化 我去Home Depot网站看了 他们现在都没有橡胶 都是这种铜的 我想也是因为人家退货的关系吧 这个退了真的很麻烦 焦太阳晒了以后就融化在你的开关 就是水龙头上 融化了 拧在一起了 怎么也拧不下来 一定要锯子把整个一个头锯掉 重新换个头 然后才能 从这个水管 我的天了 Sam干了好几天 换了四个 我们家的水管 因为在美国怕着火 所以我们东南西北都有水管的 这样我浇水其实也方便很多 不需要一根水管拉很远 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水龙头 Sam说这样就是防火嘛 你去东南西北房子的周围都有水龙头 就很方便 马上就可以灭火 这是前院的 太阳不是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水龙头呢 还是拧下来了 但是呢漏水 Sam就又就是接了一个两通吧 哎 终于他的水不漏了 现在就可以装管子了 Costco是十点开门 所以早上人还不是很多 我跟Sam说 我们买完了东西 要不就在这里吃中饭嘛 我不用做了 他说可以啊 那我们先去order披萨 等买完东西再出来拿 我都是在机器上下单的 好几个机器都关着 因为人少嘛 很简单就把这个卡 在这个小机器上 那么一刷 你的会员就进去了 然后 你就点你要哪一个披萨 然后按一下play for order 然后他提示你就是 整个披萨呢 有可能你等的时间 有可能不一样 反正我们等 我们进去shopping 所以无所谓 等就等呗 接着你就刷一下卡 他就会打发票给你 这张发票你要留着 因为待会儿拿披萨的时候 就是凭这个发票去拿 Sam要买的东西 他都立了一个单子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单子 去买 但是我还是想看看猪肉 因为我的五花肉啊 还有这个搅拌的肉啊 还是需要留一些 早上人还是不多 我走到了灯泡的地方 我说家里的灯泡都很暗 那是老式的 我说有一些 我的office跟客人睡的房间 灯都是非常的暗 我说都看不清 Sam说那简单 我们去换吧 所以就买了两盒 一百瓦的这个灯泡 LED的 现在美国全部都是LED的灯 但是也很亮 它是节约这个能源嘛 很便宜啊 四个才十块美金 九块九毛九嘛 然后去了买菜的地方 Sam要买土豆 哎呀 我一看见这个靠背 我特喜欢这个蓝的 但是它只有一个 我想拿了一个去转转 是不是它别的地方还有 结果转了半天 只有这一个 我又把它放回去了 因为一个没什么用啊 我买了一包甜椒 做菜可以配点颜色嘛 然后Sam想吃宫宝鸡丁 那我说你要不买个鸡肉吧 就是鸡胸脯啊 他说不要 我要买整个的鸡 其实Costco整个鸡啊 就是老外特别喜欢吃 因为它很嫩 我买的走地鸡啊 黄毛鸡啊 Sam都咬不动 说不好吃 他也不说咬不动 我知道它的这个肉质 没有Costco这种 洋鸡那么嫩 然后又买两个鸡 他又买了鸡腿 我还买了蘑菇 到了猪肉的地方啊 我看到排骨 大排骨啊 很新鲜的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五花肉 买油的那五花肉 还买了那个修的肉 就是比较筋的那个腿肉 因为这两种肉打 打那个肉末 包饺子啊什么 它又有肥的 又有瘦的 我又让Sam去拿了 牛肉的肉末 猪肉的肉末已经有了 只要买这个肉 自己打就好了 我也是为了方便啊 你要出去买这些碎肉 很麻烦 我又去买了那个鱼 天热了 我发现想吃一点 这个咸鱼 他这一包里面有四条鱼 所以我准备拿两条来做咸鱼 最重要的Sam看了单子 他说 那个卫生纸你不要忘了 然后到卫生纸的地方 我就用这一个牌子 一直是这个牌子 今天正好有货 他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有货 Sam要买鸡翅 然后就买了鸡翅 今天这个巴弗鸡翅没有降价 但是他说他已经吃光了 必须得买 所以就买了两包 19块一包 也是比之前涨价了不少 接着我们就去 我看了一下 中国人的东西 它里面有饺子 也有包子 但是这些 有的是鸡肉 有的是牛肉 都不是我要吃的 所以我就没拿 然后我们要买那个CQ10 哎呀赚了半天 也没找到 后来终于找到了 发现怎么价钱一下子 升高了那么多呀 后来才发现 它的浓度啊 是200 或者是300 我们之前一直吃的是100 但是它100没有货 你看37块9毛9 那是200的 200克的 后来我们又看到的是300克的 当然这个是160粒吧 总而言之就是 它的浓度越来越高了 没有100 有可能大家都买100 就没货了吧 然后Sam说 300就300 我们两天吃一克就好了 因为我们吃下来 觉得这个CQ10 对心脏很好 就是这里 21块9毛9 它是300克的 然后100粒 那个是160粒 200克 我也搞不懂 为什么200克的 要比300克的要贵 反正我们就买了两瓶 300克的吧 他说一天吃一天不吃 好了 我说行 现在我们就去接账了 我不想再逛 为什么 那冰箱没地方了 这点东西放进去 我还得整理一下 所以我跟Sam说不要再买了 没地方放啊 接账是270几 Sam说好像我们没买什么东西 怎么270几啊 我怎么没买东西了 肉不是东西啊 那药不是东西啊 都是贵的东西 等我买好了 接了账了 出了大门了 我突然想起来 哎呀 忘了买松子肉 Sam说不要进去了好吧 我饿了 我说算了算 那我们就 去吃披萨去吧 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个多小时 确实已经11点半了 快12点了 然后你看看 没有一个桌子有空位的 全都一下子坐满了 上午来的时候还没什么人 现在因为是午饭时间嘛 这个桌子已经比以前少了一倍 以前是很挤的 都挤在一起的 现在的披萨 那个盒子拿在手上就觉得 分量不一样 它比以前薄多了 但是我喜欢吃薄一点的 以前的这种披萨 现在它已经不做了 那个披萨上面有 里面有肉丸啊 然后有青椒啊 有蘑菇啊 但是这个它已经不做了 它现在是最简单了 就撒上番茄酱 你这个番茄酱啊 你在外面买不到的 它是特制的 真的很好吃的 然后就把这个 肉片 该放冰箱的放冰箱 像这个修灯肉 我就把它分几个 放在大盒子里 这样平摊着 放到这个速冻里面 要吃的时候 就很容易拿了 不能这样堆着一起 一大包 扔冰箱 这样以后要用 很麻烦的一大堆 这样平摊的 放到塑料袋里 就是拿起来就方便很多了 这个大排骨 我把它拿小包 每个小包里面放三块 这一大堆排骨才16块多 Costco东西真的很便宜 这次它的排骨啊 没有像以前切那么厚 好像薄了很多 以前一块吧 如果我要做炸骨排的话 最少可以切成三块 现在大概切两块就可以了 Costco的五花肉是不带皮的 所以你又能做绞肉 也能做回锅肉或烤肉 这包肉放进去 我的冰柜就满了 大袋子装不下了 还有一块肉 我就用小袋子 放在这里米箱里 以后可以把它做回锅肉 水里煮一下就好了 这个五花肉做回锅肉 香得不得了 因为它油比较多嘛 你把油炸出来以后 跟豆角一起炒 我跟你说 你都不需要放油 香的呀 这里有四条鱼 我把两条鱼速冻了 选了两条比较大的 以后可以吃烤鱼 自从我上次吃了一次烤鱼以后 我觉得烤鱼特别好吃 那冰柜这两条鱼 应该还能塞得进去 我稍微整理了一下 终于放进去了 另外两条鱼 我就腌制一下 明天煎了吃 明天的视频 我再给你们看 我是怎么吃这个鱼 就是Sam的鸡腿 我要把它一包一包的分开 然后放到冰箱里速冻 这样它要吃的时候 拿起来就很方便了 它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冰箱里 我的东西基本上都在冰柜里 我看我的冰柜已经很满了 然后它的冰箱 这个鸡再放进去 也很满了 如果要放两个鸡的话 就放不下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只能把这个鸡 把它处理了 你看那冰箱上面成抽屉都挤在一起了 我只好把里边的牛肉拿出来放到冰柜里 想办法再整理一下冰柜 这冰柜可真能塞东西 不过都塞满了 不能再放了 盖子也盖不上 我把猫山黄榴柠这一盒拿出来了 才把牛肉塞进去了 我刚打开 Sam就说什么东西那么臭啊 我今天好像没有买什么臭的东西啊 我说我在吃那个水果 他知道那个水果是很臭的 我吃了两块三块 一共六块哦 我三块又放回了冰箱 但是放在小的袋子里边 体积就小了很多嘛 因为吃六片实在是吃不下 所以我吃了三片 东西都整理好了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明天我再给你们看 我是怎么吃这个鸡跟那个鱼的 谢谢你的关注 谢谢大家